现在这个时候很多花有养的剑兰已经开花了 大家看一下包括我的这颗剑兰也开花了 那么这个时候由于是高温高湿 所以说我们的兰花开花之后 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花苞遇到芸麻 芸麻这种害种它是直接躲藏在花苞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要预防为主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感染芸麻之后 很快它就会凋谢 而且给它喷药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你喷药之后这个花苞它也凋谢了 所以说一定要预防为主 不要等到发现被芸麻糟蹋了再做处理 这样的话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的兰花被这个芸麻糟蹋 我们只是要提前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给它撒上一两勺这个小白药就可以了 这个小白药它既可以杀灭土里面的小害虫 又可以预防枝叶上或者花朵上的各种害虫 因为它是内丝型的 所以我们只要撒在这个花盆表面给它喷点水 给它慢慢溶解吸收之后就可以起到预防的效果 当然了其他花卉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白药来防虫 比如说这个时候多肉蟹爪蓝是借克虫的高发期 我们也可以使用它来做预防 或者其他花卉叶片上有害虫 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对水喷一喷 起到一个杀虫的效果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发现自己的兰花准备要开花了 一定要做好提前预防 因为这段时间高温高湿高热是害虫的高发期 好了我们下期见